大家好,欢迎来到阿汤的历史世界,创作不易,感谢大家支持。 皇帝作为天下最有权威的人,好像都很风流,但是唐朝皇帝的风流和其他朝代的皇帝还有一点不一样,尤其是在唐玄宗李隆基身上的表现,可以说是达到了不可描述的地步,民间不是有一句话叫脏堂乱送吗? 今天我们就说说这位唐玄宗有多脏,清朝的皇帝比较乏味,他们采用翻牌子的方式来选择当完事情的妃嫔,这个办法的好处是简洁高效,但坏处是过于直白,就跟去饭馆点菜似的,毫无美感可言。 在这个方面,唐朝著名的文艺皇帝唐玄宗李隆基,给自己的同行们狠狠地上了一课,他的后宫有多庞大,三宫六院七十二妃,不,后宫粉袋三千人,太保守了。 据新唐书记载,看元天宝中的宫女多达四万人,光是他的美女乐队离员就有三百人。 前面说了,唐玄宗后宫有四万女人,要是轮流宠幸,唐玄宗肯定没有那么多精力, 可是每天宠幸那几个人,又不符合唐玄宗风流的气质。 所以,唐玄宗为了适应天意,就自己研究了很多选妃宠幸的办法。 他想到第一个选妃子的办法,那就是闻相识女人,叫事情的一群妃子站成一排, 每个人头上放一朵花,让蝴蝶自己去选。 蝴蝶落到那朵花上,就选择哪个妃子侍寝,可是这个办法很快就被一个妃子破解, 他在头上专门用了细域弄过来的香料,结果连续几天蝴蝶都落在他头上。 李隆基实在宠幸他有点厌倦,就不想用这个方法选妃事情。 聪明的玄宗研究出第二个方法,那就是萤火虫选妃法。 这个方法比蝴蝶选妃法更加有趣,因为一群妃子捉萤火虫, 唐玄宗可以尽情地享受那种一群妃子为了争和他睡觉而狼狈的样子而带来的成就感。 当然这个方法很快还是被妃子破解, 有一个妃子从小就有人教他捕萤火虫, 所以连续几天都是那个妃子事情。 唐玄宗又开始厌倦, 为了避免一个妃子连续几天事情, 李隆基叫人找来一种涂在人身上就洗不掉的颜料, 并且刻了一个章,上面写着风月长星, 每天事情过的妃子就在身上盖一个章, 这样就可以有效避免一个妃子连续事情的情况。 唐玄宗是一个爱玩的人, 一直沿用这个方法他还是会感觉厌倦, 又想到了个办法,叫做愿赌服输。 唐玄宗亲设赌局,让妃嫔们参与赌博, 最终赢了的那个妃嫔就得到了事情的机会, 公平合理,童锁无息。 不得不说,唐玄宗太会玩了。 虽然后宫如此多人, 可是李隆基还是有个有音乐梦想的皇帝, 于是他到民间去寻找趣味相投之人, 就遇到赵丽妃。 当时赵丽妃还是一个民间歌姬, 唐玄宗对他十分着迷, 一开始为了掩人耳目, 还在外边租个房子让赵丽妃住。 后来赵丽妃怀孕, 他就索性把赵丽妃纳入宫中, 成为自己妃子。 当时李隆基还没有成为皇帝, 自己老婆王氏又不孕不育, 他就开始宠幸赵丽妃, 皇埔德怡, 留财人等, 并且都生下儿子。 其中, 赵丽妃的儿子就是后来的太子李英。 要说李隆基风流, 至少还是花心, 他看着赵丽妃等人逐渐年老色衰, 而自己的小表妹武士逐渐长大, 亭亭玉立, 产生想法。 好在这个小表妹也很识趣, 很快就与李隆基在一起, 这个小表妹就是我们熟知的武惠妃, 她是武则天的侄孙女, 也是武三四的侄女, 李隆基是武则天的孙子, 所以就是表兄妹关系。 这个小表妹可不一般, 为了让自己儿子李茂成为太子, 不惜代价陷害太子李英, 导致李隆基一日杀三子, 将李英、李瑶、李炬都处死。 武惠妃因为心理素质不够过硬, 成天噩梦连连, 最终半年之后就吓死了。 武惠妃死后, 李隆基很是寂寞, 高丽氏就亲自从湖广到两月, 为唐玄宗选美人。 最终, 找到了美丽动人, 还拥有过人才情的江彩萍, 也就是唐玄宗深爱的女人梅妃, 可惜美妃没有多久就感觉人老色衰, 唐玄宗不再喜欢, 又开始孤单落寞。 高丽氏看着唐玄宗落寞, 为了讨他欢心, 就提出李茂的老婆杨玉环天生丽质, 不妨去试试。 李隆基最喜欢偷吃, 对于儿媳妇这种诱惑, 更是没法控制, 就真的去找到杨玉环, 并且想方设法将杨玉环弄到自己身边, 成为杨贵妃。 从此,君王不早朝, 树上说李隆基三千宠爱在一身, 其实并非如此, 李隆基在宠爱杨玉环的同时, 依旧在偷吃, 他偷吃的对象就是杨贵妃的姐姐。 根据《杨太真外传》记载, 杨贵妃有三个姐姐, 皆丰硕修正, 宫于邪浪, 巧慧止去, 唐玄宗把她们都封为国夫人, 其中大姐姐为韩国夫人, 三姐姐为郭国夫人, 八姐姐为秦国夫人, 唐玄宗偷吃的大姨子, 正是三姐姐郭国夫人, 杨贵妃知道后还吃过好几次醋, 可惜最终还是拿李隆基没办法, 不仅拥有国内美女, 玄宗连外国美女都不放过, 当时玄宗后宫有一个杨贵妃叫做曹颜纳基, 意思是最爱的人, 虽然这位曹颜纳基在历史记载中, 只略略提了一句寿安公主, 曹颜纳基所生, 但是也证明李隆基确实曾经宠信过这么一位杨贵妃啊, 但是说到底, 唐玄宗最喜欢的还是杨贵妃, 但有一个问题, 唐玄宗比杨贵妃年长整整34岁, 其他的妃子也有很多都比较年轻, 老夫少妻身体难免吃不消, 这时候, 善解人意的安禄山敬献了一种叫做筑琴花香的药物, 唐玄宗每次含一粒在口中, 顿时老当义壮, 虎虎生威, 安禄山因此更加受宠, 这样的唐玄宗李隆基看完之后你是不是觉得真心够风流, 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城里人真会玩, 可惜就是他的会玩, 让他把一手打造出来的开元盛世以及大唐豆丸的衰败了, 并且引来后人诟病, 仔细想想还是得不偿失啊, 但是需要说明的是, 唐玄宗这种后宫制度并不是唐朝的主流, 唐朝的主流后宫制度还是比较公平的, 因为唐朝的兴盛不仅体现在经济方面, 还体现在男女平等方面, 关于男女平等, 唐朝算是在中国历史上做的最好的一个朝代了, 在寻常百姓的家中, 如果有出嫁的女子对自己的丈夫不满意, 想要解除婚姻, 随时可以提出离婚, 这种观念根本就是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而且, 唐朝的女子穿着打扮也比较暴露, 没有过多的约束, 当时的开放程度跟现代比, 相差无几, 而在后宫当中, 人人平等的观念更能体现出来, 像是皇上后宫的妃子有一百多人, 儒数虽然不多, 但为了保证人人平等, 每个妃子都能享受皇上的恩宠, 皇上一般都会各个宠幸, 至于宠幸谁, 要根据当晚月亮阴晴圆区来决定, 比如说, 从每月的初一, 当晚的月亮如果只是一个小月牙, 就从飞位最低的女子开始, 到后面随着月亮越来越圆, 事情的妃子也逐渐升高, 到了正月十五, 月亮最圆的时候, 就是皇上与皇后合而眠的日子, 到了后面月亮不断的衰退, 事情又从最高位分排到最低, 这样的政策保证了每个妃子都能得到宠幸, 但是对于皇上来说, 真是叫苦不迭呀, 每晚都事情, 身体怎么受得了呢? 唐朝将近三百年的历史, 超过七十岁的皇帝只有三人, 其中还包括一位女皇帝武则天, 其实从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 事情制度并不适合皇上, 皇上妃子太多, 如果天天这样折腾, 身体肯定受不了, 而且每天还要处理很多的国家事务, 在身强力壮的皇上也会经历衰退的, 对于皇上这种特殊人物, 这种事情制度显然是不合适的, 所以到后来的宋朝, 元朝, 明朝, 到最后的清朝, 就不再出现这样的制度了, 皇帝的权力不断的加强, 皇上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宫里所有的人都是皇上的奴仆, 皇上想让谁事情, 就让谁事情, 想自己睡觉, 就自己睡觉, 后来推出了翻牌子的制度, 就是现在人在电视上经常看到的, 皇上每晚睡觉翻牌子, 翻到谁就是谁事情, 也正因为这个制度的改变, 导致很多妃子一辈子就再也没见过皇上,